我涉猎范围内的媒体 能通知的都给你通知到了 我涉猎范围内的媒体 谢了 抢你个封面人物 让我出这么大血本 结果销量还没卖过你 真是亏死了 所以啊 下次就别抢我的了 大家商量这来不好吗 你出这么大血本帮忙 该不会那个人 也是你的灵魂伴侣吧 帮我把门带上 这个下来 这个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不错 这来都交通了 嘉宵 帮你 帮你 这个以上是 因为该队是 再一下 反正环节 接着干活吧 走吧 是吧 凡总 怎么了 出事了吗 不是 您辛苦了 这个送给您 这是什么 贵了我 是啊 我看会场有剩的材料 我就自己剪裁了一下 您可以把它切在房间里 找个特别舒服的地方就行 有古怪吧 这是我的创意 第一次被采纳 谢谢您不看自立就给我机会 这个当做是谢礼 那您辛苦了 明天见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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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虞 你怎么来了 主 主 主 你别走 哥哥参加完夏令营就回来 您在家好好学习 哥哥回来还有检查你的功课呢 我和你一起去不行吗 这是高年级活动 年纪太小不能参加 我长大我马上就要长大了 主 主 你等等我 子虞 来 看着哥哥 咱们拉钩好不好 哥哥先走 你快快长大 那你长大能保护哥哥的时候啊 无论做什么事情 哥哥都带着你 好吗 好的 主主 你等我长大来保护你 真乖 云索云 跟我回去邪总结去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想不到你上楼这么快 下次可以 直接带您见客户了 谢谢主总 我会进行努力的 这化妆品还得是你们女生买 这次创意真是绝了 子虞啊 有没有想过 调到一组去 樊淑晨这个人 虽说任性有我心我素 谁都不放在眼里 但他其实非常有才华 你要是去一组 肯定能学到更多东西啊 您跟樊总 正不愧是费您第一组组 樊总之前在啤酒界 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说让我好好跟着您 肯定能学会很多东西 结果今天你也这么说 那我到底应该 听你们俩谁的呀 当然听长得帅的那个 石总 我回家信息 快点啊 你还好吗 很好 一切顺利 不计 所有棋子都已安排就绪 不计 最后只证着他 聪明反悲聪明 生活总是推的人不断向前 有时候根本来不及仔细想清楚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伸手去摘星 就算结果不甚美妙 也不会脏了我的手 而这个过程中 谁知道 接下去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樊淑晨 希望你到四十岁 身体里那个想要去摘星的少年 都依然活着 好 韦总 每次见你面我都特别开心 因为每次咱们见面 我都觉得特别地轻松愉快 陈总啊 我们两个 那绝对是灵魂的吸引 你看我的案子 年轻时髦 绝对的业界前列吧 你每次都能一眼相中 怪不得你总是走在行业的前头呢 不过你也是 有时候你得慢一点 缓一缓 你得给前面一个追赶你的机会嘛 对 没错 陈总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合同什么时间 能够敲定啊 你急什么呀 咱们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谈工作 是放松 陈总是谁啊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他们能让我吃亏吗 理解 理解 我们都是从新人这样过来的吗 你放心 这次活动 我绝对不会让你亏欠 我绝对不会让你亏欠 房间准备好了 三位这边请 请吧 你说老板怎么总趁我们石总不在的时候宣布事情呢 你还嫌石总不过在老板面前打眼的呀 手脸点啊 我手脸 开个短会 占用大家一点时间 这段时间接连的风波让大家辛苦了 好在辛苦换来了回报 总公司对我们这个月的成绩非常满意 我宣布 一组和二组所有的成员 将额外得到一个月的薪水 年价翻倍 谢谢 再过三个月 我本人将去香港总部任职 我们这里总经理职位的人选 总公司目前还没有明确地表态 但公司日常运作继续 希望各位同事齐心协力 陪我站好最后一盘港 谢谢大家 谢谢 大都市 爬得再高也看不到什么太美的风景 以前我也总觉得要去到遥远的地方 才能看到美子 才有资格去仰望星空 但是我现在觉得 珍惜身边的每一处风景也挺不错的 那说明你不是个孩子了 有历练了 世界没变 变得都是人的心境 我这两天就想了 要去香港了 挺好的 蓝天 大海 可我心里头舍不得被揪 舍不得 你就常回来看看我们了 你和史维聪啊 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非常好 我没看错人 骆宗良当年走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你 菲林才能跟博曼抗亨 不让他一家毒打 可是今天 我们也成了水果不容的局面 李总您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博曼得选 我一直对你有更高的期望 骆宗良当年没有做到的事 我觉得你可以 别让我试试 纯秀的新品推广会成功以后 有大量同类品牌找来 这是给咱们条件最优渥的一家 之前小商品那案子亏损的部分 是一组跟咱们一起扛的 所以咱们这次务必要努力 把利润率给拉回来 这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有一个地方有困难的 之前咱们给的三组明星 人家一个都没选 就要西梦瑶 主要是咱跟西梦瑶也够不着啊 就算请来 咱们也没有友情价 如果按照市场价来算 那光是出场费 就让咱们整个活动的成本 多了好几倍 那这利润率不就更低了吗 没办法 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定 务必给我请来友情的西梦瑶 那个 这个坚持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了 不是 师总 师总 友情的西梦瑶 我连无情的西梦瑶 我都没有见着 咱们根本就不认识这方 能有个报价就不错了 怎么能有友情价呀 不知道 但是 就算找不着 也要装作照样 知道吗 以上呢 就是我们为贵公司 贵宾宾俱乐部成立庆典 所做的方案了 邱总 您看看 您还有什么补充或者意见 可以及时告诉我们 我们还来得及修改 好 官业上呢 我相信 我就不提什么意见了 就一点啊 你们这个 来为俱乐部剪彩节目的明星人选 还是要再珍重一下 我们的客户层 对于流行明星 都不太感兴趣 这个品牌形象上 也不太相符 我还是希望 能够选一些 有国际影响力的演员 或者歌手 邱总 我明白了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快补充新的人选 一定让您满意 好 合作一块 我就要走了 有什么想法啊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 肯定是悲伤一绝 恨不能把您留下来 再跟您学习学习 但又不敢耽误您大展宏图啊 就贫吧 总部的意思是让我在 淑晨和你之间挑选一个 来接替我的位置 我不想当恶人 到底是谁 你们自己决定吧 放心吧 余总 我都这么大人了 您不说我也会努力表现的 您也别怕当恶人 只管选了 我们俩公平竞争 不管是舒晨还是我 只要有这个荣幸 结果您的打棋 都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们一定带领菲林 继续前行 加油吧 万能的朋友圈 有谁能联系上西梦瑶吗 我们公司想请她出席活动 大家帮帮忙 紫瑜 我们一起去陈列室吧 陈列室 你忘了 今天H1给我们上课的 新晋员工全都得到 对对对 希望你提醒我 我差点给忘了 好 作为新晋员工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了解到我们公司的 文化级理念 像这个奖项是我们 菲林公司获得的 年度最佳大型公关公司奖 你真好 现在就能跟着 樊总出步 在2014年的表达大会上 我到现在 连案例都没看完 我们公司的樊总 荣获了最佳创业人的奖项 我又认你奖 那么同时在大会上 西梦瑶 西梦瑶 怎么 你是粉丝吗 谢谢你 快谢谢你 你去哪儿 进 山总 说 我求你个事 你都用求这个字了 那我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我们组有个活动 客户指名要西梦瑶 请经纪人电话 那我能连一下看你本事吗 谢谢维能 那我先回去了 我拿到西梦瑶经纪人电话了 真的 太好了 怎么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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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声铁 坐 废 走 水 防空 很新鲜 谁做都好吃 行 这么多人啊 帅帅 要不咱们换一家吧 后屋贵的还要排队 莉莉姐 我们今天不是来吃东西的 今天来了新总厨 我们是来看帅哥的 看不出来啊 这个小滑头长大了 就是她 爸 这有好几个等 你想怎么洗怎么洗 田田给你们买了俩 回头你跟我妈一块泡脚 就不用打架了 就俩破洗脚盆子 就想换我爸拉房子 你可真是 爸 田田还在这儿呢 没事 没事 都是一家人 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我们把话说开就好了 跟我说没用 你得做做你妈的思想工作 她可是好不容易 她下来决心的 好嘞 还想站着干吗呢 赶紧打水 请咱把咱妈洗脚啊 好好好 那我去把妈请出来 儿子 以后啊 你可要好好好好的孝顺你妈 你妈就问你这事啊 好几天好几夜都没好好睡觉了 家里这点账是翻过来覆过去的算 确是你们结婚到的 我知道我妈疼我 爸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公司老总亲自找我谈话了 说是看好我升职总经理 以后你儿子啊 大把钞票赚来孝敬你跟妈 真的 老太婆 老太婆快来 你儿子要升职了 快快快 什么 聪聪 IM kinderen 还对问妈 improper 最近 planes 还其实有关系吗 我们在乒房接下来 做 créd TRC了 有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冯 Mother 曾经在北京日程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会尽量安排 日程安排出来以后 我尽快跟你去那时间 好吗 嗯 好 谢谢您 那咱们这边随时沟通 嗯 再见 你试试 你试试 有人吃宵夜吗 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你呢 栗子云 我就先回家了 有没有人想蹭车 我 好 莹莹姐 我家离公司挺近的 但不知道您顺不顺路啊 顺不顺路都得送你 这么晚了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家呢 嗯 那我们先走了 你们别吃太晚啊 拜拜大家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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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拜拜 凡总 凡总 咱在那儿吃什么呀 吃什么东西啊 诶 燕燕 什么 老公厉不厉害 老公天家敌 历尽千辛万苦 咱俩终于要结婚了 我们终于要结婚了 谁啊 大晚上打电话 书晨 哎 哥们儿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 我告诉你我要结 啊 好 我现在过来啊 哎 你干嘛去啊 我有事 你自己回家 那没良心的怎么跑回来啦 我刚刚电话里没说清楚啊 就说撑不住了 那咱们赶紧过去 你别看绚丽最佳 他哪会能逃出 葛一涵的魔掌啊 那葛一涵的销售 销售都一勾 他就乖乖回去了 所以啊 得赶紧想办法 不能让他这么放人下去 必须得想个办法 逼走葛一涵 哪里最安全啊 只有人民警察靠得住 让他坐牢 让警察叔叔替咱们监督这个祸害 要靠谱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绚丽活的动力 就是为了跟葛一涵狭路相逢 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 咱们不把葛一涵送进去 倒霉的可是咱们啊 去啊 这肯定会轮番地轰炸咱们 倾诉啊 喝大酒啊 闹啊 失踪啊 全套大戏都来了 说啊 俊丽给咱们做参谋的时候 什么道理都同 这一道自己的感情 全携菜了 可见咱们永多蠢 咱们的感情之路这么不顺 搞不好就是他给指导坏的 还是泱泱好啊 简简单单什么事都没有 别拉我 拉他车车干什么呀 不拉你 不拉你啊 俊丽啊 你还是下来吧 别摔了嘛 我摔不死啊 我真要摔下来 也就缺了胳膊端的腿啊 可是我最伤的是哪儿 你不三个知道呢 谁心 就是这儿难受 你轻点轻点 再拍就没了 你说 你到底哪里补海 为什么我看上的人 心里都没我 是我身材不够辣吗 谁说的 你身材最辣了 比老干妈都辣 那就是我继续力 根本就不值得被爱 胡说 是那帮男的眼瞎了 尤其是那个性格的 尤其你上次相亲的那一个 你怎么能让李洋洋 给你介绍的男朋友 他认识的男的 去 关的 关的 李洋洋什么样的男人 他不早就扑上去了 有点当励吗 你就说我吧 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就不可能不爱你 真假的 这也行 我认真的 骗子 你怎么可能喜欢我这种人 只有各方面 都能跟你失聚力敌的女神 才能入得了你樊淑成的眼 轩莉啊 你就是女神哪 你是亲命女王 你的任何一面 都值得最优秀的男人 好好地去探索 我吧 就是胆太强了 你说万一咱俩好了 有一天你不爱我 把我也踹了 那我得多伤心呢 我只能靠回忆 咱们俩的幸福生活 去过日子 但是做朋友就不一样了 我可以每一天 都欣赏到你 如此高贵的气质 那这辈子 我就算没有办法了 喝酒 行 臭你这句话 不罪不乖 不罪不乖 来 我们下来喝 来 就下来喝 来 下来喝 你现在什么的人 你都能称得上个女神 就这酒吧 邓公下 你瞅 我下 正好 表示双双把家还嘛 你不说谁呢 管得着吗 自己对号不做 你再说一遍 你指谁呢 我指的就是你 你 你 你怎么了 你这女神客气啊 我们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大哥 大哥 你们两个憋孙 带着你们客女神 我滚出去 瞧什么呀 这酒吧你开的 就他开的 他开的怎么了 放着钱不赚 不上帝大呼小叫 想不想干了 就是 臭丫子 臭 好 他们快追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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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喝喝 走吧 你们都别管给我起来 你也有愿意管你啊 背景这么多年了 早就不想管你了 从你上学的时候起 我就一直背你 我不累啊 等你什么时候找到一个 能背你一辈子 遇到困难 不愧离开你男人之后 你求我都不再管你了 咱们虽然没什么长进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 逃命模式倒是 越来越炉火成青了 是出神入化 你们还记不记得 咱们高三毕业那晚上 成功从海约大外档 杀出一条血路 还有大二 咱们创造了 从地下业场到地面的 最快记录 工作第一年 咱们四个端着一本小龙虾 百米冲刺 跑出了夜宵一条街 你不是说咱们四个 球皮不好吗 这有朋友还是喊他 风风雨雨为你担当 二话不说就给你一肩膀 不带这么夸自己的啊 你不说绚丽怎么帮上岁数 不长心仰 老这么折腾都不行 有一颗纯粹的心多难受 南洋 你以后也别总着急 给他介绍相亲对象了 可遗憾这事不过去 他跟谁都是错 我 总有一天 他会碰到一人 能让他顺其自然的人 你说 每个人都会遇到 顺其自然的那个人吗 会啊 一定会的 哎 你有喜欢的人吗 神经病 你每天忙都忙不过来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你烦不烦 不是 以前都是你帮我了 你说出来 我帮你参谋参谋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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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舒晨 嗯 你说我究竟还要付出多少 才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你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你生来就值得被爱 就你",你都怪不得你 嗯 这对不起啊 我刚才睡着了 走过忘了 嗯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看 看你睡着了 我怕你着凉给你盖一下 到了 高楼 我得回趟家 谢谢你啊 洋宠物了 没有啊 那家里有人等你 没有啊 公司有淋浴间 你可以拿几套衣服 放在那儿 你昨天 怎么又回来下班了 物业这么负责 这么早发消息 就是我有一个包裹 放在那儿都好几天了 他们就一直催我 急着没了 哎 凡总 到了 就靠那儿停就行 哦 嗯 谢谢凡总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公司见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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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 就剩几个小时了 这让我上能找人去啊 还得客户满意 赶紧通知樊总 关机 那现在怎么办啊 先找关系好的问问吧 看谁能来 等樊总来了再说 喂 丽莎 不好意思啊 这么早打扰你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是啊 你看 有这么个急活 需要你们家艺人 帮忙救个厂 你看能不能卖个樊总的面子 让你家梦瑶帮忙参加个活动 上车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没想到还在等我 我前面来到我吃早餐 顺便帮你带礼服了 当作惺惺的回忆 那太谢谢喽 我就不客气了啊 卖满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 随便买的 你喜欢就好 谢谢樊总 太正式了 我满血复活了 你以后在公司洗澡吧 别折腾了 算了 怎么还要折腾呢 看你样子啊 我一直以为你挺娇气的 我哪敢娇气啊 你也看到我租房的环境了 我跟你们这种 含着经常去长大的人 肯定比不了 这比划挺好的呀 已经找这么个地儿不容易 我倒没发现 因为我待着住挺长时间了 就是觉得这儿夜路挺黑的 自己走有的时候挺吓人的 没事 以后下班我可以送你 我们都可以送你一下 我们经常这样 互相送来送去的 而且你一个女孩 走夜路也不安全 谢谢啊 怎么又不开心了 这还没过门呢 上来得给我来个下马堆 你说以后这日子怎么出不过了 要不说呀 要怪 只能怪儿子自己 这你也没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牵着他自己愿意给你 是不是 这日子还是他们自己的目 你说这当老奸的 始终别吞心 你也不能跟他们一辈子 对吧 来 咱们回家了 我还要打球啊 别看见樊田 你他妈在哪儿 好 要留你留啊 我不留 我走 这 这 你倒看呢 你现在这种种笑话 亲家 你们说一声啊 亲家 来了来了 亲家 亲家 你们俩来了 你俩带着身体呢 刚才那帮姐妹们还问我呢 怎么给孩子办事 我就说 我这不管了 都交给亲家了 嫁出去的女儿啊 就是你们家的女儿了 哪里还 不是一家的 我们家呀 就我和樊田两个人 没那么多讲究 你们看怎么办 怎么合适就怎么来 我呀 是真心喜欢伟聪那个孩子 是喜欢我们家房吧 亲家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 你真能装糊涂 这都得逞了还装呢 什么意思啊这是 怎么 阿姨 您来了 田田 怎么不懂事呢 长辈都站着你坐着 快起来跟我倒水去 你倒会护着她 你也不问问她 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田田 你怎么能打着我的旗号 问她们要房子呢 说开了就好 说开了就好 心情我能理解啊 我们家要是闺女的话 我 不能够 我最讨厌那种 贪恋女婿钱财 卖女儿的那种 丈母娘了 我天天教育我们家田田 不能这样做 可是田田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怎么拎不清呢你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爸不要我们了 你一个人从小把我 含辛茹苦涩养大 吃尽了苦涩 我为咱们娘俩着想怎么了 我不就是想让你 过两点好日子吗 你闭嘴 你胡说什么呀 你快回家去 别在这儿丢人了 田田 田田 曹总 我进去 妈 我去看看万一出事呢 能出什么事呢 她范天天整个瞎话连篇 童年阴影 从优生学的角度 那范天天能是个 心理健康的妈吗 别在将来给我们家孙子 弄出一反社会人格 我跟你说啊 我们年龄大了 我们记不起这儿 散了吧 爸 妈 你们这话过分了吧 你们眼里除了房子 孙子还有什么呀 太自私了吧 我们自私 好 好 好 就算是我们自私 房子呢 我们准备自己留下养老 你自己要是有钱 自己给你老婆买套房子 我们不养红 行 不就是房子吗 我自己买 你们喜欢这房子是吧 你们好好住吧 我走 长能态了 再来 走吧 吧 Airline 死去 demi 你一个 恃 Avo 诶 对了 纯秀的发布会 我看你再亲吻一个白色的娃娃 说的是这个吗 嗯 这是你的幸运物件吗 嗯 好玩吗 我小时候就爱带着它 带着它就能考高分 所以我还要带着它 我就把它当成我的守护天使了 这样 是不是特别傻 不会 我也有一个 嗯 这件陀螺 这个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每次遇到宝贝的事 或者不好的事 我就一转了 它就消失了 你早上 不是做个梦了吗 嗯 梦了点以前的事情 你先送给你吧